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潮民和心理精英聯播的節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盛天盧郭靜彤 我是大眼 我們今天十萬火急要分析一個人 這個人叫朱凱迪 為什麼要這麼快呢? 因為不說就不能說了 他快要離開了 這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支持新潮民的頻道 要點讚、留言、訂閱 訂閱、新潮民2.0 還有我們的Facebook 希望大家多多關注我心理精英的頻道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不再事不宜遲 朱凱迪就快要離開了 我們不能說沒話好說的了 你不能回到朱凱了 心理分析 由他以前開始講起 朱凱迪小學、中學、高主教 高主教是讀書仔學校 好學校 然後就入中大 中大是英文系 這個人是文科性格、文科生 中大英文系、文人 記不記得我之前的節目說過什麼? 文人性格的話 特別容易入傳媒系 入傳媒、新聞、媒體 誰知道他真的進去了 他就畢業之後 99年畢業就入名部 做國際版的記者 英文系 英文系 入國際版做記者 很合理 大家如果聽過之前的節目 你都知道 又文人 又做傳媒 性格怎樣? 這個人的性格就是 交際 不行 建立關係、建立網絡不行 銷售東西不行 在一班人之後 大家有談有講 和氣生財不行 這些 這些 但凡人 手腕有關的東西都不行 那什麼可以呢? 過分理想主義可以 脫離現實就行 以正義來包裝自己 其實抗拒這個世界的 人與人之間競爭、爭權、奪利 優勝劣敗這些東西 那些人就非常之 道家的 這些人 所以就去做新聞系 因為 我講過了 他們都是偏頗的 他們都是同理心 過分氾濫的偏頗 就懶得覺得 這個世界很醜 要揭露一些東西出來 但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優勝劣敗 我們國與國之間競爭 失業競爭 什麼競爭都好 很多東西 是很現實的 但是這些人 他們喜歡 活起自己一個 小小的同理心世界裏面 小小的美好世界裏面 就想盡量做到這樣 那這個 值得是代表了朱凱迪的性格 我們繼續分析下去 那他九九年入去明報國際版 做記者之後 然後他去了那裏 然後他一直做到 這個03年 即做了四年 一直到03年 他就去了伊朗 哦 去伊朗 去伊朗 他去了伊朗的德克蘭大學 那裏讀波斯語 哦 順便也在那裏做自由記者 嗯 然後呢 直到05年 就回香港 嗯 回到香港呢 他就入了這個香港獨立媒體 是一個網台來的 就是05年最早期香港的一些網台新聞 嗯 他的事跡呢 我就說到這裏 是 我要跟大家說 另外一件事先 來對應這件事 就是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 之前的節目呢 你也聽過 就是CIA和人權組織 這些人權組織啊 特赦組織啊 的關係 嗯 那呢 如果大家留意之前 我們 新潮文了 上個禮拜的節目 就是這個 嗯 葉朗淑儀 阿太 他講 關於有一個 鬼佬扮中國人 叫江松簡 嗯 其實呢 就是 是來香港滲透和搞事的那個節目呢 那大概也都會 嗯 略之一二了 就是呢 這些人權組織 其實就是sponsored 分敗這個CIA CIA和他們經常有合作 和經常有 即是給錢的營運 是 經常有合作 和其實是兩個是 有 司徒關係 然後他們就去這個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就密室人選 來去招攬他們進去訓練 嗯 訓練他們怎麼去 建立一些文宣啊 怎麼聚人啊 怎麼去一步一步做那些 所謂公民抗命 來到去 在世界各地呢 來到去 搞事 推翻 干擾那裏的政局 推翻那裏政府 來建立親美的勢力 即是這些 這些人權組織 這些什麼自由民主 這些什麼國際 這些什麼特色組織呢 那他們 阿太也都說了幾個 就是他們會用什麼旗號呢 那麼舊的那些呢 就有所謂的維護人權 嗯 維護人的選舉自由啊 什麼言論自由啊 那些什麼東西 然後呢 就有所謂的環保 就是不要 不要斬這麼多樹啊 要保護那些 那些 受保護那些 那些貧藍絕種動物啊 那麼 舊一輩那些 Human Trafficking 就是非法人口販賣 是的 還有舊的旗號 還有Slavery 奴隸 還有舊那一套的女權 女權主義 父女權益 父女權益 要有公平的 受教育 還有這個 社會地位啊 還有這個 社會就業機會啊 這些是舊一輩的那些旗號 那新一輩 例如說 現在很多人說 Global Warming 這個全球暖化 新的女權主義 新的女權主義 又不是說舊那些東西 新的女權主義 說了很多東西 就好像文字獄一樣 如果你講一些 他們覺得得罪女性的字眼 得罪女性的字眼 總之男女製作男女不公啊 甚至可以伸延到我們心理學界 就開始說 如果我們說 因為女性和男性的身體結構有不同 所以行為性格都不同 這些都隨時會踩到他們的尾 即是偏激的開始 還有 Raisism 種族歧視 新興的種族歧視 又是文字獄來的 又是很敏感的 隨時說 說什麼都可以賴下去 例如說你中國人開店 然後那個種族都可以說 你中國人為何要開店 為何我 我 有色人 我黑人 為何 西班牙 你明白嗎 很敏感的 新興那些是很敏感的 以前那些 反種族歧視 就是為了 真的不要被人欺壓 真的不要被欺負 現在那些很 為了欺負人 是的 還有 還有 大家 大家都聽過 但可能你不太知道是一種旗號 就叫做LGBT 即是 Lesbian, Gay, Bisexual 和 Transgender 男女同性戀 雙性戀 和跨性別人士 有一個彩色的旗 彩虹旗 這些 無論是舊那些和新的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的人權組織的旗號 他們拿自己的旗號 那些旗號就是 來罪人 拿著旗號來反政府 來影響那裏的施政 影響那裏的民生 然後就拿來罪人 罪了人 就是有聲音 有聲音 有聲勢 可能有票 然後就拿來反政府 控制這些 就是拿來反政府 其實大家知道 這些旗號 大家有聽過節目 關於洗腦三部曲也有說過 就是 你一定要拿道德高地 這些旗號 好道德高地 其實是對的 但是 我要保育 我要保護動物 不代表要搞亂政府 其實兩件事 我要保護多性戀 雙性戀 或者跨性別人士 不代表我要站出來反政府 沒有什麼第二件事 其實聽到這裏 就是 朱凱迪 因為他以前是 打著這個保育的旗號 他是有機會 已經被人招攬到 保育的團體 裡面招攬到 那些人 非常聰明 然後就藉著這個出發點 這件事 是他的橋樑 導致他可以走到政界 你非常聰明 立即就看得到 朱凱迪 其實施承哪一派 是的 保育派 門派有很多 你知道是拿誰 陳志全 拿哪一派 你很清楚 他就拿那個門派 其實大家都來搞事 是的 沒錯 需要證據 朱凱迪去伊朗做自由記者 從2003到2005年 你必須要了解一下 究竟2003、2004年、2005年 伊朗發生什麼事 你一查你就會明白 2003年伊朗 就有一個城市和鄉議會的選舉 是的 伊朗的城市和鄉議會的選舉 2004年 就是伊朗的議會選舉 2005年 更厲害 伊朗總統選舉 美國就想安排他們去那裏 收集伊朗的情報 以及拆反反政府的人 慢慢說 觀眾 你連續這三件事 其實就有些很類似 我們香港的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以及特首選舉 類似 別人的國家 我們城市 但是 大概的比例是這樣的 就濃縮了在2003、2004、2005年 那麼 這三年 你過去做什麼 難道真的學 真的學波斯語嗎 其實就是這樣 這三年發生的事情 在伊朗 這三次選舉都好 其實就是 傳統的強硬保守派 還有新的自由民主派別 來爭 來鬥到火紅火綠 但凡有些要自由民主旗號的事情 美國一定放一個station過去搞事 就好像香港那樣 沒錯 其實情況是怎樣 你大眼就非常聰明 猜得到 根本 朱凱迪 做了國際版很多年之後 就知道這些人權組織做些事情 報導得多這些事情 就覺得那裡適合心水 又或者他是被招臨 他喜歡那些事情 因為他自己 你看他的樣子都知道他 好保育一下 這樣 就去了伊朗那裡 就受訓 就去了 因為當地已經是一個戰區 就是在做民主戰 那 現在就 給了一個機會 你去那裡 去那裡受訓 學習 就學一下 看看他們這幫人 我出來行 是怎樣做事的 神面看水 這樣 就去那裡受訓 然後他在2005年 所以 一回來 雖然說 入了那個 香港獨立媒體 來做事 但其實已經是找位 來搞社運 他一開始 一回來第一件事 他講民主自決 城鄉共生 復興這個農耕 他就選了環境保育的 這套拳 轉來到香港大展拳腳 立即打算 那 2006年 插碼頭 他又跟那幫 就是跟那個 香港獨立媒體 那幫人 一齊出來 聲勢浩蕩 在那裡反對這件事 其實 大家都明白 以他 這樣的CV 他又做過正規媒體 報紙的國際版 又去過外國做這個自由記者 他回到來其實可以入任何大報館 大公司 是 但為何他會去到網台 網台 那時候 這些網台 任意你說什麼都行 哦 還有網台 當時應該都算是 零幾年的時候 他們應該第一班 弄這些網台新聞台 還有沒有什麼規管 沒有什麼規管 那這件事 我相信那個 那個台 是 學美國 學美國的方向 因為這些 永遠都是美國先行的 嗯 是的 那 甚至那個台 可能跟美國 那裡有關係 嗯 那 他曾經說過 那這裡 對他的性格有些描寫 他又反對 香港的右派 就是 支持這個民族自決 嗯 那他又要民主自決 那他說為何不要民族呢 因為他說 香港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種族的人 那如果你民族自決 很容易做成分化 那其實就做不到民主的效果 那其實呢 我覺得呢 嗯 這裏就對他性格有些描述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搬自過子 嗯 那很明顯呢 他做的那些事情 就是美國的左派訓練出來的 嗯 美國的左派訓練出來 那左派就好講 不要分種族啊 因為分種族是美國右派講的嘛 嗯 嗯 那你美國當然是 當然是 跟種族之間磨擦很多啦 他樣子都不同 就是幾十八個種族 你美國 那你香港人 第一班來的上海人 然後來的是潮州人 是吧 什麼人都 然後來的福建人 那中山人 你來的香港什麼人都好 全部來到香港 都變成香港人 都是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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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 但他就搬自過子 嗯 因為為什麼呢 他那些訓練出來 他就照文書那句說話 來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政見 這樣 嗯 嗯 二百多票 嗯 一五年再選 大選八鄉藍 就一千四百多票 但都輸了 那然後又厲害了 有個轉捏點 就是一六年呢 就是他選這個新西地區直選 嗯 就八萬票做票王 就當選 那時候已經開始 發生了那些佔中事件 是啊 就是那時候佔中事件 還有他講民主自決 那民主自決 還有誰說呢 黃之鋒說 他們兩個 一拍完 一撞完 黃之鋒 黃之鋒 那些那些 黃之鋒 黃之鋒 是呀 那些佔中事件 就當選了 這件事 我想和大家說一下 他當選 做了這個區議員之後 當時他經常收到一些恐嚇 和經常收到一些死亡威脅 嗯 他說就很害怕 但是都頂硬上 我可以跟你說一件事 雖然他是私承這些自由 自由特赦組織的 但是呢 美國CIA不會派特工保護他的 嗯 就算他被人倒了也好 都是很軟轉的可能 要一些部門跟進這件事 嗯 明白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他有那邊做後台 所以不怕跟鄉紳撐 其實不是的 是他這些炮灰 但是我就想了 他都害怕的 那時候 但他又頂硬上 我就想了 那為什麼 就是在江湖角度 你說了 你都是一個選了的立法會議員 還有你都有一些明星 那為什麼 如果是做你就做你 為什麼要恐嚇 那究竟他們怎麼決定 我恐嚇你去到什麼程度 還是我真的動你 還是其實背後有一些 還有 在警察的角度 警察立即執法 就抓了幾個黑社會成員 我不太了解這些運作 所以想問 你有什麼堅實 他有機會是損害到別人的 他做的事 是 損害到別人的利益 其實呢 選擇恐嚇他那個 其實也不是心地太差 如果真的心地太差的話 就直接 不如 就動刀動槍 是吧 買兇殺你 還來得方便快捷 是吧 可能恐嚇你 只不過他想 他想表達他自己的不滿 是團體的人 可能有某些勢力 想傷害到他的利益 他就想表達他自己 恐嚇你 想你 停止這個行為 或者你在損害的 未必是 一小撮人的利益 可能是一大部分人的利益 而在那一大部分人 的人當中 有些這樣發聲的人 看不過眼 那就是 恐嚇你 不如你 你停止那些事情 就算數 是這個方式 所以 沒有人說 那時候 相信到 不會說 買兇殺他 或者 或者有些什麼 過火的行為 對不對 所以 在他們的立場 我覺得也不是想 置他於死地 明白 就是想他 收聲 怎樣也要表態 因為他 影響太多人的利益 沒錯 因為他自己 搞那些 那些 保育 就是分分鐘 他得罪很多人 他盲目地去保育 就是不讓人去發展 但是 歸根究底 如果 阿聖天奴 我說 你自己有地 你自己有地 你想棄些什麼 棄些什麼 不行 你快田 一向是種開番薯的 你門口 一向的花槽位 是種開玫瑰的 你怎麼可以拆掉他 拿來做停車位 大家都是為你的 你自己決定 這些事情 就算你要改變土地用途 都不是和政府申請 那也是 還有 那個權不在你那裏 就是珠海底 我無緣無故 你政府那裏 我大眼過來 我挑戰你 說你的私人地方 我不喜歡你這樣改變用途 那是否一個很合理的說法 我相信不是 不是 政府都說可以 政府有個審批 你可以申請 你改變土地用途 可能你做保育 做完這些事情 你就得罪很多人 明白 那些人就是 心底裏 就是覺得 我自己的事情 為何要你來管 是吧 這些情況 但是在警察的角度 當然警察收到 你的報案 有人恐嚇你 那他一定要做事 所以你說拘捕了幾個黑社會 我說是黑不黑社會 那是甚麼人都好 你背後是甚麼操控都好 那有人報案 警察就要秉公辦理 都一定要拘捕 亦都不關乎 你朱海底究竟 你是不是立法會議員 就算一個平民你報警 你被人傷害你的財產 警察都一樣會做事 不是因為你是立法會議員 所以我就要去抓他 你被公辦理 絕對沒有偏幫 因為那個程序是這樣的 有人落案去控告 那警察就要去做事 是這樣的 明白 大家看到了 施成自由組織 拿到保育那套功夫 當然他開始是行那套 因為環境保育那些 可能配合他的性格 柔柔弱弱這樣 之後都不行 之後都要講民主 民主自決 食屋位都是這些 佔中 始終都要激少少的行為 他就明白了 那時候就明白了 一些激少的行為 所以做了很多激的行為 都挺搶眼的 在這個新界西 影響了很多人的利益 還有一個性格的特徵 究竟他是什麼 很進取 和很識上位的人呢 我們看看這個19年 19年7月1日衝擊立法會 很多年輕人衝擊立法會 他也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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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記者說 記者說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People here are not even demanding universal suffrage 即是說 我們其實 我們就想表達自己 我們其實都不是想爭取普選 哇 他一說這句出來之後 隔壁左右的人已經按他 在網上的人立即罵爆他 那其實是什麼呢 這個人 你也知道 衝擊立法會那些 就是 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都上了頭的 還有大家都知道 黑暴 施城里的Antifa 那他那班 就比較溫和 就不喜歡做這些暴力 即是黃之鋒 一開始都 都說 各自爬山 我們做我們的 你做你的 一開始都分得遠一點 之後慢慢 他們經常說 我們都是我們手足 不割席 這樣是政治因素 其實 他們那班 就不是做這些 激進事 所以走出來 就想 收到命令 就想走出來 就要Claim Claim功勞 而這些台詞 就是他上面那班 給他的 那 就說了出來 就自己走出來 刺 就立即被人壓住了 他們就是想普選 當時那班人 我自己覺得 這個人其實就不是一個 應有的 好像讀書 我努力一點考試 好成績 升中學 升大學 這種進取是會有的 但是很懂審時度勢 很懂 找機會 製造機會 又未至於這樣 即都是規矩的 上面的人 他都會拖擋擋的 亦都不會問奴才 狗仔來的 奴才來的 嗯 樣子都像 是的 不會太説 但我想主要借 分析朱凱迪 來帶出一些 再次帶出 CIA 即是這個 美國的 忠誠局 和這個 自由組織 怎樣去搞亂這個世界 的架構運作 再講一次給大家聽 他 2010年結婚 2011年生了一個女兒 他不知道她的女兒叫什麼 不知道 叫朱筆千 朱筆千 筆 筆 是筆是筆 筆是遷移的千 其實也表示了 她的人的想法 和對下一代的寄望 就是我們死守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走的 但現在 很諷刺 筆千 嬴衰千 她都快要走 否則我都不用急 說她 那就是 你失敗了 你的嬰兒女兒 你叫你女兒做筆千 你自己 要舉家移民了 現在 就來到 我自己最心痛的 就是 其實呢 這些自由組織所做的事情 就是拿這個 道德高地的旗號 然後來到罪人 來搞亂政治 或者作為一個政治勢力 無論搞亂別人也好 親邊變的軍王也好 其實這些事情 美國佬是很厲害的 但其實遠在我們中國春秋時代 春秋戰國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了 我們的九樓十家 余麥道法 什麼明家 縱橫 陰陽家 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一班思想學 思想學者 他們想到不同的哲學出來 然後余家 墨家 那些特別明顯 那些特別明顯 那些後面那些就 就是用思想去控制政治 其實就是用思想 我們有一套意識形態 其實跟自由民主是差不多 是吧 那麼 就 聚了一班人 然後就拿一套 來跟不同的國家來銷售 是 不同的國來銷售 看看當朝的君主 欣不欣賞那一班 然後這班人呢 就同時也都 表面上就是在銷售一套哲學 其實呢 就是拿了這個哲學來聚人 然後呢 然後呢 用來滲透其他國家 影響那裏的國民 然後適當的時候呢 就 在裏面一起去反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之前 戰國七國時代都有了 是吧 大眼 我很痛心 為何明明我們中國以前都有 是吧 我們歷史有經歷過 是吧 是吧 但是為何現在 雖起 永遠都好像 現在變成了 美國人 厲害一點 其實要厲害 不是我們應該厲害一點嗎 可能我們中國 歷史呢 受到太多reboot 受到太多侵害 所以文明要重新來過 很多以前的好東西都沒有辦法 一代一代累積下來 沒有辦法 你看回近代史 這一兩百年 其實呢 外國的介入 我們中國是很多的 又侵略我們國家 尤其是你看回現在香港 還有這麼多人 去崇尚那些外國的文化 是 即是說句不好聽 這些就是亡種亡種的人 即是認賊作父 崇尚別人愛國的文化 他們自然就會學了外國人的那一套 即他們也都對中國的文化 比較少了解 對中國的歷史比較少了解 那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希望大家支持 在結束之前 再呼籲大家 分享留言 訂閱我們新潮民的頻道 還有我們新潮民2.0 就是我們的Facebook專頁 Facebook專頁 那 直播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